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讲的民国人物是梁肃明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 那个时候啊 袁世凯刚刚去世两年 发生了几件大事情 第一个呢 是宣布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德宣战 这对一个长期落后极弱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很振奋 也很让人忐忑的决定 第二呢 护法战争在湖南激战为憨 北方的北洋政府呢 安抚俱乐部在玩弄议会证字 控制议会 而南方则成立了西南各省联合会 各省军阀联合起来 却将孙中山先生架空 逼得他黯然出走 而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蝴蝶的翅膀 可能掀起彼岸的风暴 有三个青年在做着不同的事情 一位呢 是25岁的毛泽东 在长沙的越路三畔 他刻画着共和的蓝图 他呢 认为 孙中山先生应该做总统 康有为做总理 梁启超呢 则做外交部部长 而另一位29岁的青年李大钊 则受前一年十月革命的影响 悍然的宣称 社会主义的旗帜 一定会查遍全球 另一位37岁的青年鲁迅 在新青年杂志 发表了一个最著名的小说 狂人日记 控告礼教 杀人战血之残酷 震撼了所有的中国人 震撼了文学界 与此同时 还有个不切儿的人物 这个人呢 做过民政部的主事 也做过内阁的中书 简单说吧 就是在中办和民政部 做过政局级干部 他叫梁吉 他呢 眼看到六十大寿 还有四天了 他写了一封 遗书 叫禁告四人书 他说呀 对民国太绝望了 他决定投河自杀 到集水潭 了断自己的餐生 不过那个生日了 原因呢 物费有三个 一个是 深迅大清国 忠臣 第二个 谴责中华民国 辜负了清平的美意 说让给你这个政权 本来是应该给 四人带来和平 美好 富足 结果你们争权夺势 做的不一定比前人好 第三个 他呼吁四人 一定要重建 社会道德 在死之前呢 他还是觉得有一件事 不踏实 于是就在11月的7日 他找了北大哲学系的讲师 梁树铭 也就是他的儿子 他去跟他聊了聊天 把他什么也没有说 不动声色 然后 最后他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树铭也非常严肃 看着他的老爸 说我相信 世界是一天天 往好里去的 老爸也点点头 哦 能好就好啊 1893年10月48日 梁树铭生育北京官换之家 是元朝蒙古梁王的后代 有兄妹四人 他的原名呢 叫换鼎 这个梁换鼎呢 自肉 瘦弱多病 很经常发呆 喜欢思考 却着意动手 笨到什么程度呢 六岁那年 家里人喊他起床 他却气愤的在喊 不行不行 妹妹不给我穿裤了 这些人都死笑了 在孙天中学读书的时候啊 他的同学有汤又彤 张申福等人 别人打篮球 他插不上手 就在边上看 等到没人了 他捡起篮球 自步地在那 把排球上篮 这个时候有人就喊 哎 小老头 当心球炸了啊 有一天呢 他在屋里 与母亲聊天 哎 他的哥哥 自高气昂的 啊 从外边 走了过去 然后 他还跟母亲在那 啊 在谈 他的情怀 理想 母亲叹了口气 说嗨 你们哥俩呀 那个是官迷 你呀 注定是要闹革命啊 这话呢 还真就说着了 18岁的时候 梁焕鼎呢 就加入了同盟会的 精金支部 在机关报当编辑 也兼着一些外勤 总编辑呀 非常喜欢他 有一次就给他写了一个 散面 散面写了两个字 庶名 哎 他非常喜欢 整天拿着扇着啊 晃来晃去 后来呢 他写的文章 就用以此为笔名 他呢 后来毕业报考北京大学 啊 也没被录取 他就更生气了 索性 他就以这个 庶名为名 就叫梁庶名 并且公开宣称 啊 今后只要能够得上 总有一天 北大的请我去当教授 这蒙古啊 建梁大都 梁王之后啊 在北京不知多少年了 他们家呀 连续几代都是晋死 举人什么的 不以为奇 人脉非常广 梁庶名呢 就去了内阁司法总长 做秘书 做一些文字工作 坐着坐着 他就 非常的不愉快 觉得官场的这种 尔虞我诈呀 与他的本性 有很大的冲突 梁庶名呢 一直认为自己 是一个思想家 不是学问家 他喜欢思考 他的座右名是什么呢 独立思考 表理如一 而且他读书呢 老觉得 好像在物理啊 看到了两个影子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 王阳明先生 他说我虽然不像 王阳明那么的彻悟 但是 我一生 却愿未知 努力 知行如意 所以呢 你们不要看我有时候 在那发呆 看是 好像很闲 其实 那是我最忙 最集中精力的时候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母亲 就母亲去世了 然后他在日记里啊 多次写到 就想自杀 后来呢 读了好多 佛教的 经历论 嗯 很受启发 他就觉得呀 自己前世 就是一个和尚 佛教的这种 境界观点 非常契合 发誓 以往种种 必如昨日史 今后种种 必如今日生 果然呢 此后的七十多年 张树明一直坚持吃素 除了鸡蛋 牛奶 其他婚姓是一律不碰 1950年的时候 毛泽东主席 请他吃饭 他说 我这个就吃素 完了毕叔说 那就安排一两样 昏菜 哎 主席就说 不不不 今天是统一战线 我们今天都吃素 然后说他 你这样清心寡欲 将来一定会长寿哟 那个时候啊 梁树明呢 本来想往恒山出家 没想到 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谁呢 蔡元培 看了他这个 揪缘决议论 十分感兴趣 就说 得了 你来北大吧 叫印度哲学 梁树明说 我这也没什么学位 没念过大学 我出色何点 我除了懂一点印度哲学 别的优所知 蔡元培就说 那你觉得 现在社会上 谁能教印度哲学呢 梁树明说 这我还真不知道 蔡元培说 得了 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 反正横数都差不多 还是你来吧 就这么着 他呢 24岁 竟然真去北大 当了助教 做了老师 连他都没想到的是 到了北大 竟然大受欢迎 当时呢 注册的听课生 有80多人 结果来了200多 不得不啊 转移到了大讲堂 这个待遇 据说当时 除了蔡元培和胡适 别人呢 还真享受不到 梁树明说话呢 是慢慢吞吞 但是他指指要害 经常啊 关键词能发出 像子弹一样的那种 穿透力 那个时候呢 北大的教员休息室 寻贤闭字 他是个小青年 他呢 那天就在那儿 放了一篇 自己写的文章 叫五朝不出 鲁昌生河 顾鸿鸣发了发说 嗯 有心人呐 胡适看了看没说话 回去在日记里信 梁先生这个人 早晚是要闹革命的 梁树明呢 那个时候完成了 人心与人生 这样的重要的著作 然后呢 他就在社会上开讲座 但是 每一个听众 得画一个大洋 才能去听 他认为什么呢 不花钱 你不认真 花了钱 你一定会认真一些 但是对于学生呢 这很宽容 经常他就签免单的票 还是希望 有的学生没去 他还很疑心 说 你都给你留着票呢 就鼓励人家 糖 财藏啊 这些人 都去听 然后呢 其实他本人 对于金钱呢 看得很淡 也很重 他自己并没什么消费 但是他非常关心 农村的疾苦 哪到过年 他甚至不让家里人 去听戏 他认为你花这几个钱 花好几块钱 去听那个东西 简直是一种罪恶 他就是这么一种人 再比卢当时 这个全盘西化的问题 就胡思他们搞的这个 争论的特别厉害 他呢 是个中间七强派 他说 哎呀 西化呀 是个自然之事 不诸为惯 再怎么着啊 实际上 他动摇不了 中华民族的根本 这个病没什么不好 也没什么可怕 没关系嘛 因为再怎么变 中国人的气味 中国人的精神 那是永远的 也不会变的 在北大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 他经常去啊 同次杨快中 也就是杨昌记 到他家里探讨一些哲学问题 因为他们是同乡嘛 都是湖南人 说湖南话 可能理解起来吧 更容易 这时候 总有一个高大的青年 很帅 给他开门 两个人啊 也没说过什么话 只能算是点头之交 后来呢 杨教授病故 在葬礼上呢 他看到这个青年呢 以女婿的身份 张罗着各种事情 他也记不得人是姓氏名随 一直到了多年以后 1938年 他到了延安 与这个青年 当时已经不青年了 常谈了八次 有两次 甚至通宵达大 啊 那个青年 也就是现在的延安的领袖 当年拿着月薪八块大洋的毛泽东 他经常跟人说 嗯 我和梁树明 很熟 早就认识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